借着东京奥运会的热乎劲 咱们接着说说运动还有世界冠军 山东资博州村区有一支农村学校跳绳队 队员的平均年龄15、6 都是城北中学的学生 过去的八年里 这支跳绳队伍一共获得了179个全国冠军 和10个世界冠军 三次打破了世界纪录 虽然他们年龄不大 不少人却已经是全国冠军世界冠军 当时女子30秒弹摇 跳出了我自己的最好成绩 是218次 然后也是打破了女子世界纪录 练了有两年半 我是在第14届学运会上 以224的成绩 打平了30秒弹摇的世界纪录 他们从零基础开始 成功得益于每天坚持训练 对每个技术动作反复学习和提升 日常训练的话 上学放了学之后来练 一般一天就练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但是我们像比赛前几周的话 我们会集训 集训一般都是一天八个小时左右 从12年开始 我们就选择了跳绳 作为提升学生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 他们在以前的时候 在班里面身体素质也不是特别好的 学习成绩呢 也是很一般的 从加入了跳绳队以后 这些孩子在市 省 全国 在赛场上不断地获得成绩 不仅仅提高了身体素质 而且从整个精神面目 变得更加阳光 更加自信 专业跳绳的这种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项目 其实挺希望跳绳这个项目继续发展 然后变所有人都能跳 因为这是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好运动